如果有至親的人過世、往生的時候 要做什麼儀式?特別是超渡儀式? 每個人都要做的 在世上做很多人 有沒有宗教想做? 不是說有宗教做,沒有宗教都做 第一,你要知道跟你做的那群人有沒有修為 譬如你請師姑來過 那這群人是正式師姑、正式和尚 這個很重要 好了,現在坊間不是請師姑來過 而是請殯儀館長次的道士 那是很世俗的 但有些人為了安心是做的 你練唐經,不用被人說你不孝 花了一萬多千 或者最簡單的就是唸一唸 不要將這些事無謂亂吾吾燒 你做後就將筆錢捐到東華三養一保糧局 拿一張收條 夾著幾塊元寶蠟燭 燒一次就行了 就說明我將你做好事 燒給先人收覆 那你就要環保,不用花那麼多錢 但你不燒,不安心 你安心你明白 但你旁邊有姨媽姑姐 多話說的 多話說的 你叫他們一人拿一張金銀衣紙 一搭一人拿一張你們搭上去 你把兩收條上去 然後衣紙底下就用一張金牛印一印 不是燒一張金銀 當然是,是印印的 是犯法的,燒錢 是的 在底下印上一張金銀 然後就放了那些保糧局 東華三養一條 每個親戚喜歡出來就撿一片 不用摺的,撿一片 坐在那裡 這樣就化了 這樣就要省很多錢 好了,那堂儀式 千萬不要做破地獄 破地獄是人生平賣白粉 開雞壽放貴利 殺人那些要做的 是傳統,你又沒有 你無端端抓過先人 去地獄打個爛做甚麼 拿一口來教 我試忍過,去到北如江 我老朋友死了,老爸 我問你老爸好像沒做壞事 不是,沒做壞事 我這樣大壇,吸引到 他說好看,破地獄成堂 跳來跳,很多人 我丟你了 你無端帶老爸走去 打個電話號碼 落人也上不到你 扣街 拿人來搞的 好了,如果你不走 你的宗教學識 最簡單 我自己親歷其境做的 沒有請道士 沒有請甚麼人都沒有請 我叫了幾兄弟 在殯儀館收了一天 我跟爸爸念佈金剛談 我親身跟老爸念經 因為根據我們佛教傳統 親人有血緣關係 你唸的力大 比和尚師傅幫你唸 真的都不夠力大 即是你請到真的和尚師傅 都不夠血緣關係的人唸的力大 唸錯都有效 很神秘 好了,但最重要是哪樣呢 你每個月三日那天 跟你的先人守齋一天的孝心 即是在那三年 你守三年 每個月一天的一天 就是為我過世的先人次數 是要在農曆每個月三日去吃 將功德回向給你先人 因為以前你都記得 做官藥退官 守守三年 在哪裏有這麼漂亮的手 守三年不用做事 餓死了 你守三年至七年 每年每個月一天 你那天遲數 這是最有效度的 不用被那些古靈精怪 搞到頭昏眼花 但是那個超渡的意思是怎樣的 做給人看 在古代的巫師、祭祀都會變化出來 因為世間人需要 他就設計一套東西給你看 虛構一些文化放下去 如果你不做 你就落地獄 我老爸也沒有犯法 落地獄 多了不起 所以大家 這個是世俗的 但我們現代人 是要有勇氣打破傳統的 最好自己做 但是普通人未必知道這些 沒有人教 如果這些學問沒有人教 你讀書又沒有得學 又沒有人教 正宗的宗教家不能教你 他教你自己沒有生意 和尚廟 你不是和尚廟 靠年輕賺錢 因為中國要靠你來做法事、法會、超渡 賺錢 但我們南亞、泰國、南卡 其他佛教國家 不用錢 不可以收錢 即是你有先人過身 你來到寺廟 叫和尚幫你眾經祝福 是免費的 那規矩 不可以為了金錢 幫別人超渡 但中國不行 因為宗教的寺廟華人 是自負盈規的 和尚不作怪 寺廟是沒有人拜的 他當然是搞鬼 作怪 每年搞很多法會 又會超渡什麼 又會超渡什麼 那間廟哪裏香油 哪裏香火 這是一個很殘忍的現實 但我們如果知道有一個常識 你就可以避開 因為我最重要是對家運好 因為你弄完之後 我沒有錢 還燒到不環保 又浪費金銀衣紙 沒有了功德 還作忍了熱窩在世界 所以我犯不著 現在我做了 我做了慈善工作做了 我又省了很多錢 自己又心亡理得 又不用浪費時間 人類要改善 因為人類才有能力去改良 和發展世界